我的施工 即是法古山創辦人聖言法師 講的四他 那個四他其實就是講 面對、接受、處理和放下 這個四他其實是 我覺得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 不是說只是夫妻相處的 你生命中遇到一些困難 工作上遇到問題 和朋友之間有一些衝突 又或者是家人之間 即是說有些問題出現的時候 這個四個方法都是一定行得通的 第一個就是面對他 面對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很多時候遇到問題的時候 都是會去逃避的 這個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 至於接受就是說 如果你肯面對那件事 但是不肯接受 那會變成什麼呢 就變成撐了 即是對著幹 這樣的話也更加解決不了問題 因為你只是不斷的衝突 所以面對之後呢 你一定要肯接受 那之後呢 你才能夠去好好的去處理 那當然在處理完之後呢 我們是要懂得放下的 那有很多人呢 都覺得說 放下其實是很難的 其實放下一點都不難的 因為如果你拿著一件事 放下的話 你就是這樣放下 就是放下 那就是放下的了 但是有些人呢 他放下得來呢 他仍然是拿著的 即是說他拿著那件事 放下啦 放下之後 他的手仍然是抓住的 那就是仍然在執著那件事 這樣的話也是解決不了問題 那所以呢 就是說這個四他呢 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 好好的去參考 就是說你遇到任何事情的時候 這個四他一定是幫得到你的